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建国百年的运动会 到今年刚刚完成的台湾灯会 我们也藉由各种大型活动的同时 进行大规模的绿美化的活动 我们藉由今天的活动 把低碳四季 绿美化 环境保护的观念理念 推动到每一个家庭 也推动到每一个学校里头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个空隙的地方 栽子的红雅石南 还有红柜 这一个会开花 尤其是过去种的叶山櫻花 让这一个交流道 来来往往的交通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看到呢 现场有这么多的嘉宾 有这么多的私友 以及我们各社区的好朋友 来参与 虽然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风雨剩信心 打不散我们大家对于今天这个活动的重视认同 我们今天呢 四季会也总共报名了1600多人 那我想我们现场今天可以说是 热气蓬勃 非常非常的热闹 林副县长表示 卓县长上任后积极推动 彰化有养心生活 我家就在森林边 在第一任四年内 种下超过1400万棵树 而从去年的百年全运会 以及刚落幕的2012台湾灯会 幸福团队也有计划地进行试容绿美化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期盼所有乡亲共同来贯彻 执行低碳世界 生活做起 一起来减碳爱地球 公益频道陈文硕 张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